哈喽 又见面了 美丽 我又见到美丽了 星辰 我是星辰 珊珊 你好 今天太凉了 咱们到里面再分别介绍吧 好不好 来 好 请进 好 谢谢 您那边上座 好 来 坐 取口罩吧 对 可以吃饭 上一次有问到您 有没有和您的同仁们 在疫情之后出去聚会 还没有机会 但是今天带了几个小伙伴过来 您也为我们介绍一下 对 这位是袁茵茵 她是来自这个 急诊科的这个护士 在这个抗疫期间 急诊科是我们那个 跟病毒直面交锋的 第一道防线 那一位是邝佳琪 她是这个ICU的这个护士长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抗疫大战中 这个ICU是我们这个 救治这个危重症患者的 主要战场 抗疫的期间的话 就是对新冠患者 救治的最重的临床任务 就是在他们那儿 最后面一位呢 是我们这个吴启成 她是这个 我们这个学透析科的这个护士 她在这个抗疫期间 主要担任的是这个 后勤保障工作 古人都说嘛 兵马未动 梁朝先行 对 所以她这个 在抗疫期间的这个压力 也是很大的 我们总数据都说了 年轻也大 是我们国家的这个 民族的希望 他们的表现 会让我们这个全社会 都刮目相看 哇 欢迎 欢迎 您这两天工作忙了吗 忙是我们的常态啊 所以我特别不忍心 让您千里迢迢的 来到我们的一桌年夜饭 一年就吃一次年夜饭 再聚一聚也是应该的嘛 但其实新城你知道吗 对于胡主任来说 其实她的年夜饭 不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 那是在什么时候 对我们这个医务人员来说 什么是年夜饭呢 一家人在团聚的时候就要年夜饭 也许是29的晚上 也许是大年三十的晚上 也许是初一 也许是初二 就说可能有的时候 你大年三十 你在医院里上夜班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上白班 上白班的话 你就可以回家 跟家里人一起团聚 一起吃饭 在医院过大年三十 或在哪里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医院 我有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 其实也像一个很大的家庭 那就吃一颗珍珠丸子 期待不管是什么时候 其实心里有这一份团圆 就是温暖的 去年武汉决定封城的 头一天就是大年三十 正好那一天 我就前往了一个定点医院 进行了一个 危重患者的一个交治 那一天其实是准备 是回家陪我奶奶 一起吃年夜饭的 然后突然接到 这个紧急任务 就直接去到定点医院 去参加了一个交治工作 经营谈吗 对 然后所以这一餐 年夜饭也没有吃成 但是今年的话 肯定一定是会可以吃到 奶奶做的饭的 最想吃奶奶做的什么 土豆烧肉 土豆烧肉 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 然后奶奶也喜欢给我做 我每次回家都会点这一道菜 清晨今年过年回家吗 回家 今年专门给自己留了个时间 去年我刚好在剧组 然后我特别想回湖北 结果我能回去的时候 湖北已经封城 就是封城了 我跟他一样在横店 医生就每天上门来给你量体温 你说起量体温我也想起这件事 因为当时我也是去医院那个病区采访出来 那一周突然体温就是从37.3还是正常那个时候 我慢慢地居然上到38 我当时就只能先把自己隔离在酒店里 我在想完了 我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留在新闻的工作那个记录里 后来很庆幸就是做了核酸检 知道了结果阴性才松口气 是 当时发烧的时候 我也是发烧完之后 你也发烧了 我也发烧 发烧之后 我直接就说我爸妈他们所有人离我远点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 我说我先看自己能不能这张 自我合理 对 我先自我隔离 我说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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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能退烧 后来还好 退烧了 我吓死我了 我说 我不会就这么 因为我得了还好 当时不是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得了会有一些问题吗 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爸妈感人 我说你们先离我远点 是的 是的 会担心 正是这一份平凡心 让我们更加觉得太伟大了 我们一起举杯敬一下 我们敬自己 大家都不容易 敬一下所有的义务人员 对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急诊科的护士 其实是最早一批被感染的 对 因为是直面 因应当时第一次到急诊科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手足无措 有多慌乱的一些状况 看到这些急诊病人来的时候 其实心里也没有那么慌 就是觉得想尽快地来帮助他们 解决他们的痛苦 当时有个小孩 可能也只有二十几岁吧 他当时就问我 他说姐姐 我的肺 两个肺都已经白了 我还能不能活下去 当时就鼻子酸酸的 就感觉每个人都有那种求生的欲望 我就跟他说 如果说你根据医生给你的药物治疗 绝对可以康复的 你首先你自己心里 要给自己打气 你自己不能气累 所以不仅是从身体上面去治疗他们 更是心理上需要去关怀他们 对 ICU的话 就等于说是所有的重症 重症监控室 那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是不是每天在那儿病人也特别多 对 因为当时疫情才爆发的时候 微重的病人是特别特别多的 特别是 家属没有家属照过 然后微重的病人全部都是卧床的 包括这种病人的大量的生活护理 基础护理 全部都是由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完成的 人员很紧张 包括一些人和重症医学科搭上边的 包括心内科 忽内科 这是相关科室的护士的话 我们都是前去一起资源的 因为如果仅仅靠重症医学科的人力资源的话 是完全达不到的 当时其实物资配备也是经历一个比较八方支援的过程吧 所以想问问你当时就是有没有说在物资甚至分配上面 你曾经遇到过一些需要去克服的问题 其实最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还没有分配到后勤 我是被老师他们分配到去转应病人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的防控物资就很紧缺 那后面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外省就会送一些饼干呀 面包呀方便面啊 牛奶啊什么的 那都是一卡车一卡车的往我们这边送 当时看着挺轻微的 特别感动 那一刻是不是感觉希望的曙光就照耀在身边 我觉得所有的努力汗水都是都没有白费 而且相当于一工作就遇到了这样重大的一个疫情 对感觉对我人生就留下很很深刻的一笔 就永远都记得这个事 胡主任您身边像他这么年轻 刚刚才踏入工作两年的这个医护人员 就加入到这样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当中的多吗 那个时候每个医院是全民皆兵 像他们这种刚刚年轻的 我们像有很多刚刚入职的 那么有甚至有很多 他还可能在试用期 没有一个就是说 没有一个逃兵 没有一个 不无论是他是什么样子的岗位 参考校工作多少年 那么都是一声令下 前夫后继 真的就是这样 而且尤其是对于胡主任来说更是不容易 胡主任在抗疫的过程当中 其实自己也感染了 而且当时她的丈夫也是在一线 在火神山医院进行着建设 所以两个人几乎都不知道 彼此工作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就分别的在自己的战线上面 用最大的权利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比如作为抗疫的一线 医护人员付出了多少 且不说就是救治多少病人 光这个工作量的话 真是常人难以忍受 就是太长了 而且又穿得那么厚的衣服 是 我觉得特别佩服您 我觉得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任何一个困难 当它来的时候 然后也是你分内的事情 必须要去做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得要去做 我总是在说 所谓的什么白衣指甲也好 什么力行出征也好 其实我们做的 真的就是自己分内的事 就会去睡觉 你睡觉 那我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你睡觉